放下輔助人準備執行脫掉 但卻突然傳來囚勞生 警方依法開單不可能放行 車主眼見沒得商量 竟然更小當上去 沒辦法我沒有妨礙公務 等一下我就派出所來 當著圓警的面翻臉丟鈔票 已經觸犯妨礙公務罪 志願警力到場 對方還繼續搶聲 大街上怎麼會爆發警民口角衝突 原來這名二十四歲的十姓男子 把車停在新北市繫紙的福德二路上 因為違規紅線遭到取締脫掉 但他竟然大罵三字經 還從皮包裡掏錢 直接往路上丟 違規車主現場就被警方逮捕 之後依妨礙公務 還有侮辱公務員罪送辦 經過檢疫判決 法官裁定拘役二十天 來領車的時候 因為難免感覺會不好 被脫掉感覺不好 所以來的時候 可能就會如說他車子 是我們脫掉的時候 把他傷到的 脫掉廠也能體諒車主 違規被罰賊 花錢消災 但因此衝動的後果 從原本只要繳簽了事 變成悲傷心責 還讓自己留下前科紀錄 今新聞 李敏佳 採訪報導 使用心責 Bieber 不斷掉 次回う 注意 注意 請